就在今早Mid Journey迎来了最新5.2版本的重磅更新 这次Mid Journey是直接要和AI版PS干上了 下面一大堆英文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更新了5点 第一提高了出图的美学和样图片更清晰 第二点优化了关键词的连贯性和理解度 这两点我们都不用管 因为这两点的更新对我们的感知度来说是太低了 都是一些底层逻辑的算法 接下来第三点增加了高变化模式 这一点就比较重要了 进入Setting界面选择5.2版本 可以看到多了一个高变化模式和低变化模式 在高变化模式下生成的四张图片风格会差异更大一些 有助于我们在深图阶段发散一下创意思维 在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效果和风格后 可以切换回低变化模式进行细调 第四点增加了Shorting命令 Midjourney一直以来的理念都是要我们用尽可能少的关键词 来精准描述内容 很多时候我们输入一大段一大段的关键词 实际上Midjourney只会识别部分有用的词汇 没用的词汇都会过滤掉 Shorting命令就是让系统来帮助我们分析关键词 看看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 我们输入GangShorting加上关键词回车 对于无效的关键词系统会给出斜线画掉 并且下面会给出五个精简过后的关键词组 直接点击数字就可以引用优化过的词组直接出图了 第五点也是本次更新的最重要一点 新增了Zoom Out扩展功能 在我们选择某张图片放大后 就可以看到有放大两倍 放大1.5倍 还有自定义放大倍数的选项 我们点击放大两倍 系统就会在保持当前画面的基础上在四周扩展内容 这个和Aips智能填充功能类似 在放大两倍后 原本看不到的房间和窗户就扩展出来了 现在是1比1的方形比例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自定义放大功能 在这里把1比1比例改成宽屏16比9 然后这次不放大两倍了 改成放大1.1倍 点击提交 OK一张宽屏甚至可以用来做成桌面壁纸的图片就扩展出来了 总的来说Mid Drillian的这次更新还是挺给力的 在可控性方面被Stable Diffusion吊打了这么久 这次终于追回来一些了 那期待Mid Drillian 6.0大版本的更新出现吧 欢迎关注CG迷 我们下期再见